模组里面的马桶也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坐上去一会儿呢 就会给我们一个奥利给 然后的话 这个奥利给居然还可以吃 这里呢 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冉 那么今天我给带来一个 现代家具的模组 没错 是我们网易版的模组 它是可以看两个广告获取的 非常的不错 这个模组里面的物品呢 都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进行合成的 然后的话 这个里面的家具啊 也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并不是单单的装饰品 第一个家具物品 热水壶 这个热水壶的话 是一个3D造型的 然后的话 它也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把我们的水给烧热 在生存模式下呢 可以通过玻璃和熔炉进行合成 接下来就给它演示一下 我们的烧水 我们只需要放入一桶水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一桶 什么东西呢 没错 它就会得到一桶岩浆 这里呢 先 你以为会得到一桶热水吗 不不不 你还是太年轻了 我们直接获得了一桶岩浆 第二个家具物品 也是可以在生存模式下合成的 可以通过 铁定和切实机进行合成 它也是可以使用的 它的作用就是呢 可以把我们的武器啊 把这个耐久度给大家修复满 然后的话 还会自带一个附魔效果 它的这个附魔效果 并不是每次都是随机的 它有一个固定的属性 就是我们的耐久三 下面要模作物品 大冰箱啊 我们的大冰箱呢 是可以通过铁定和冰进行合成的 我们的大冰箱呢 还有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作用 大家一定猜不到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腐肉变成牛肉 这里呢 现在作者的脑洞 这也太大了吧 好家伙 腐肉都可以变牛肉呢 那大家觉得 奥力给放在里面的话 会变成什么呢 你要死啊 这咱们这 制冰机 它也是可以通过铁定和冰箱 进行合成的 制冰机啊 它的这个功能的话 大家一定猜不到 它的作用就是制冰 还有灯管哟 这个灯管的话 是可以我们手动进行给它开关的 然后的话 这个灯管也是可以通过 玻璃和烈焰粉进行合成的 同时对它是没有作用的 必须要手动给它开关 最有意思的东西来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的话 不仅可以实用 而且还可以实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用完马桶之后呢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熬力给 并且的话 这个熬力给还可以吃 我的天哪 这个也是太牛逼了吧 好吧兄弟们 这期视频是一个有味道的视频 另外呢 我们的模组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这个燃气灶 包括是一些电视 电风扇之类的 我们就不一一掩饰了 毕竟这个模组的话 是免费的 只需要看两个广告 就可以获得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下载来 自己体验一下 确实的话 在生存模式当中呢 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模组吧 那么能信吗 喜欢小人的视频呢 也不要忘记给小人一个免费的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大家拜拜